大家好,我是小安 把红糖水倒入面粉中 没想到出锅这么好吃 香甜软糯,蓬松轩软 比面包好吃,比点心更像 特别的简单做法 先来准备一个空碗 我们加入红糖 红糖适量即可,没有具体的数量 接着加入水 先用无肉的水 我们来搅一搅 把红糖搅拌融化 周水温不要太高 微微的凉一下 搅动搅动,凉的比较快 把这些糖的颗粒全部融化开 会有小的石子的形状 再用筷子按压,压碎 接着来一点凉水 我们混合一下 再搅动搅动 大约30度的时候一定不能太烫 加入酵母粉 加入3-5克 用筷子,朝一个方向 不停的搅动均匀 如果水温比较高的话 酵母粉会失去了活性 醒发不起来 大约控制在30度左右 这样30度的时候 酵母粉特别的好醒发 水温温的 搅拌均匀 把酵母粉搅拌溶解 再准备一个漂亮的小碗 加入面粉 面粉适量即可 这个面粉就是普通的面粉 这个碗有点太小了 再来换一个大脸的碗 把面粉倒入大碗中 我们把红糖水倒入面粉中 用筷子搅拌搅拌 搅拌均匀 搅拌成面絮状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给大家更新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您都能发好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真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搅拌正像这样 特别的粘稠 并且没有任何的干粉 而且很细嫩 没有疙瘩 这样就可以 盖上盖子 我们来醒发 醒发至两倍大 准备一把红枣 我们放入碗中 来一点面粉 加入清水 抓一抓 把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过后的灰尘比较多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加入面粉洗 可以把红枣过后的灰尘 全部清覆出来 张写的红枣比较干净 来回的搓一搓 看一下 这个水很脏吧 是比较浑浊的 我们用干净的厨房剪刀 把红枣的枣盒去除 枣盒不能使用的 很燥热 再把红枣改刀 像这样 剪成小半 醒发好了 来看一下 满满的一大盆 特别的多 用筷子 搅拌排气 里面全是蜂窝状 蜂窝孔 让醒发的很好 搅拌均匀 加入一把红枣碎 再次的搅动搅动 搅均匀 加入红枣碎 口感更好 吃起来香甜软糯 更香 准备几个小碗 加入适量的使用油 用刷子 我们涂抹均匀 这样能够防粘 容易脱抹 我们把面糊 倒入小碗中 我们再来整理一下 稍微的圆一点 更好看 上面 再来一点红枣碎 又香 又好吃 又好看 准备一个保鲜膜 用保鲜膜封住口 再醒发大约15分钟左右 我们用牙签 扎小孔 这样可以方便排气 请发好 我们凉水上锅蒸 水开即时 大约蒸40分钟左右 蒸好了 来摸一下看看 能够立即回弹 放松轩软就可以 脱抹也很方便 脱抹也比较方便 先让两边都空一下 很快的就可以脱抹 红枣发糕做好了 看一下里面的层次 特别的丰富 组织又细嫩 真是没有想到 把红糖倒入面粉里面 出锅会这么香 蓬松轩软 越吃越香 香甜软糯 比买的面包好吃多辣 要比点心饼干更香 这样做好的发糕 又香甜又蓬松 越吃越香 哇好香呀 以后红糖不要走回泡水喝 是我这个做法 保证你爱上这个味道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 收藏起来 有空续做一下吧 香甜软糯 特别的好吃 做法简单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终于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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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